在《斗罗大陆》动画《爵士堂门》中,王秋的出现也让剧情变得跌宕起伏了 王秋和王多长得一模一样,两人相见之后都互相敌视 显然,王秋也感受到了来自王多的醋意 他在和霍宇浩对话的时候也多次提到王多,并表示和自己走得这么近,不怕那个小女有不高兴吗 虽然王秋是帝皇瑞兽三眼金妮的化身,但是他却知道啥是醋意 他在人类世界活动的时间越长,情感也会更加丰富 霍宇浩的正牌CP是王多,但是一个男主必然会有不止一个显得暧昧的女孩 之前在日月皇家混导师学院的时候,霍宇浩见到了橘子 他对橘子还是有好感的,橘子对霍宇浩更是爱得深沉 不仅如此,橘子还和霍宇浩有一个孩子,大当然了 这个孩子是橘子接种诞生的,并不是霍宇浩的主观行为 至于王秋,霍宇浩和他其实早就已经有了不解之缘 星斗大森林是一个不错的场所 霍宇浩和王秋的第一次相见就是在星斗大森林 那个时候的王秋还是帝皇瑞兽三眼金尼 两人的初次相遇其实是很不愉快的 玄老更是抓住了三眼金尼,还威胁赤王位霍宇浩寻觅一个精神属性的魂兽 不仅如此,霍宇浩还和三眼金尼进行了属性接引 这个属性接引相当关键,直接帮霍宇浩开启了命运之眼 也就说三眼金尼的命运之力转移给了霍宇浩 霍宇浩和三眼金尼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这次王秋前往星斗大森林附加魂环 霍宇浩,王冬儿也一起去了 霍宇浩还制作了烤鱼 王秋也觉得味道很好 在首夜的时候,霍宇浩和王秋也被分到了一起 之所以没有安排王冬儿首夜 就是因为他的武魂不适合 毕竟王冬儿的武魂是光明女神蝶 着实太亮了 反倒是容易成为魂兽攻击的目标 于是,霍宇浩和王秋进行了一些交流 霍宇浩更是拿出烧饼给王秋 比起烤鱼,烧饼的味道的确是差远了 这烧饼也不是霍宇浩做的 而是从食堂拿来的 可是,王秋却嫌弃烧饼难吃 弃之如碧履 这也让霍宇浩特别生气 霍宇浩告诉王秋自己和母亲昔日的遭遇 一个烧饼都可以救命 他特别不能原谅浪费食物的人 想到自己的母亲甚至还哭了出来 王秋得知来龙去卖后对霍宇浩改观 虽然嘴上吐槽霍宇浩 内心其实对霍宇浩已经有好感了 绝世堂门,雪地除了战斗竟还能当老婆 语浩这波属时赚大了 霍语浩跟隋宣老师来到日月之行篇章中 最重要的明德堂副本 可令语浩没想到的是 他才进入明德堂学习不到半个月 就遇到了本体宗突袭 甚至就连98级的宗主独不死也亲自前来 他们的目的 除了摧毁明德堂和打击魂导师 就是为了抢夺孝红尘在新罗帝国拍走的 十万年魂兽胚胎 要知道,此物在大家眼里 虽然是珍贵的十万年魂环和魂骨 但实际上,其中却是几北三大天王之首的冰天雪女 并且,原家在十大凶兽排行榜中 还是排在第三的超级凶兽 当然,如此珍贵的宝物 最终自然是被霍语浩简陋带走 并且语浩还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将雪地变成了雪女魂灵 甚至一直把她当成轻女儿养着 那么问题就来了 语浩的雪女魂灵除了用来战斗 还能做什么? 首先第一点就是雪女可以撩妹 要知道,雪地的容颜可是能媲美光之女神的存在 小时候的雪女就自然不必多说 在雪女魂灵刚刚诞生之初 就把王冬迷的神魂颠倒 甚至差点把王冬的初吻都给夺走了 而接下来的海神渊相亲大会也是同理 在第一环节惺惺相惜中 男生需要用各种手段 尽可能掀开女生头上的斗笠 要知道 这些女生中可是有着八环魂斗罗的存在 所以男生自然无法强攻 只能智取 而雨昊只是释放出雪女魂灵撒的胶 就能让一半的女生们主动拿下斗笠 甚至 雪女魂灵还具备男女通吃的双属性 其中就鼠号天宗的泰坦 宗主最为喜欢 第二点就是可以畅游极北之地 要知道 极北之地可是有着人类禁区之称 虽然其中有着无数宝藏 但各种凶兽以及天谴 让九成的魂师望而却步 但雨昊有了雪女魂灵后 便可以肆意畅游极北之地 凶兽们也不会再攻击她 冰雄王因为雪地的原因 接任雨昊当外公 哪怕是兴进极北之主泰坦雪魔王 也要对她毕恭毕敬 可以说 极北之地就像是雨昊的第二个庇护所 第三点就是雪地可以当老婆 要知道 雪地对霍雨昊可是有着一丝情愫的 虽然其中大多数是亲情 但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不少爱情 在霍雨昊成为情绪之神时 然后雪地传尘埃之情绪 而爱与埃同音 想必雪地也得确动了情 要说雨昊没动心也是假的 当初众人在地龙门吸收万载玄冰碎时 霍雨昊就怕雪地恢复记忆会 离开自己 不过 好在两人都不曾抛弃对方 也始终把那份对彼此的爱都藏在心底 到了中后期 就连冰帝都觉得 雪地和霍雨昊之间太过于暧昧 不过两人最后一起上神界 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算是在一起了 可以说 如果雨昊在神界 没有找到唐武童 反而迎娶雪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谁能拒绝一个 可以和自己心灵互通的大姐姐呢 当然 就算最终找到了唐武童 也不是不能和雪地继续 毕竟谁能拒绝一个 时刻关爱自己的大姐姐呢 为何爵士唐门差评满天飞 真实原因 竟是因为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女角色 随着爵士唐门第五世纪的更新 距离第一季的完结 也只剩下最后的两集 纵观这一年多来获得的差评 其中就属动漫的一系列删减 和改编最为明显 目前印象最深刻的 就誓言少哲喜提圣灵教 荣誉二长老称号 堂堂一个超级斗罗 被魂帝的随手一击 拦下废物程度 堪比圣灵教太上长老选子 当然 动漫为了洗白选子 也是用尽了头脑和锐兽 进行属性接引的锅 硬生生让伊莱克斯背上 当然之所以会如此 就是因为动漫 想要在接下来的感情戏方面 进行大范围魔改 众所周知 爵士堂门所谓的 纯爱党如日中天 因此自信的动漫 就开始听从 纯爱粉丝的意见 尽力把任何 跟霍宇浩有好感的女生感情 戏份全部删除 首先就是萧萧 原著中他首先是 当颜值主义者 喜欢王东 之后又改变心意 对霍宇浩产生好感 当然这仅仅是好感 并非爱和喜欢 因此删减影响到不大 可接下来对马小桃 和林洛臣的制裁 就有些夸张了 原著中的宇浩和马小桃 可不仅仅是学姐学弟 这么简单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是被天梦压制 动漫做出来了 但第二次的吃烤鱼 和压制邪伙 却是改了个变 海神户旁边的拉近关系 是为后面的任姐姐做铺垫 结果动漫干脆 将姐弟关系删除 不过宇浩的称呼 却是同班学姐 改成了小桃姐 而林洛臣更不用说 她在中期 甚至还在海神渊上 对霍宇浩表白 结果动漫 却直接安排 林洛臣回老家 估计以后 也不会再露面了 如果照这么看下来 王秋和橘子的感情 也必定会遭魔改 虽然这样一来 固然会令纯爱党满意 却在无形中 伤到了援助党的心 宇浩的感情 本来就是一场 跌宕起伏的旅途 结果现在 却改得平平无奇 索然无味 甚至就连喜欢王冬的孟红尘 也惨遭删减 要知道 主角的感情戏 本来就是女角色最大 和不可忽视的魅力点 比如斗一笔笔 冬对玉小刚的爱 她的那份爱而不得 扭曲中又夹杂着恨意 恨意中又带着 留恋不舍的感情 别管有多少人在骂 但就是因为 有着这份情感 让比比东反派的魅力 直线上升 甚至评论区有着 非常多支持比比东 打倒唐三的言论 而现在 爵士唐门 似乎再也没有 这样的角色 七怪剩下的三对CP 也是同理 因为唐雅 的确要离开史莱克 所以贝贝和小雅的感情戏 不多也能理解 可江南南和徐三十 以及萧萧和菜头的感情 却依旧被砍了不少 首先 江南南对徐三十 内心情感的转变 就是因为 在初次大赛上 徐三十的牺牲 为了保护江南南 徐三十开启 霸气护妻模式 虽然江南南 也露出了田道拉斯的眼神 但真正令她态度 有所改变的 则是赛后的深情告白 我很好 能和你一起战斗 我永远都好 谁要是想伤害你 就必须要踏过我的尸体 南南 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都未必 能够冲破自身五魂的封印 将真正的五魂威力释放出来 可以说就是徐三十 这脱离后的一番话 让江南南尘封多年的心 第一次产生了嫉妒 同理 还有萧萧与和菜头 在上场前的交流 和大哥 你有没有什么威力 特别巨大 又不被限制使用的魂倒气 有一种 但是需要很长的蓄力时间 那我们拼一把好不好 我来帮你争取时间 我不能肯定 自己一定能帮你争取到足够多 但我会尽力 我们也是史莱克学院的一员 为了史莱克的荣耀 我们不能轻易认输 年轻不是借口 萧萧可是 别可是了 何大哥 如果我们不全力 相信一定会后悔终身的 我一个女孩子都不怕 难道你怕吗 我当然不怕 我是担心 你不用担心我 我是史莱克战队的一员 可不是一个小姑娘哦 就这么说定了 可以说 这一番话 瞬间将萧萧的形象立了起来 也为后续的五魂破碎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萧萧的心中 从来不缺乏骄傲 所以在上台的那一刻 她就已经决定了 无论胜负 她都要在这一比赛中 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 结果动漫不分青红皂白 将两人的交流 全部删除 也因为这些改动 让这些主角团女生的感觉 和那些路人 女角色不相上下 只能说动漫 为了赶进度 的确 舍弃了太多重要的剧情 爵士堂门 目前为止 依旧没有出现 令人太过印象深刻的女角色 所以大众 才会觉得宇浩似乎在畅读脚戏 所以动漫的差评 才会越来越多